大家好,咱们今天追加一丢丢这个1085话的扯淡 就是这个义母和吴老星的这个怪物的剪影 昨天更的比较急,就没怎么过脑子 他才想起了一个东西,觉得他可能会用 我们知道这个陆飞的伸缩能力是来自一个古早的漫画 叫做怪物军,Ebbskun 咱们翻译成怪物太郎 是这个藤子伯尔雄A大神的一个代表作品之一 讲的是主人公怪物太郎 带着狼人大厨,德古拉管家 弗兰肯斯坦,加普,三个手下 为了修炼来到人间界 结识了胆小的人类朋友广志 不是野员广志,是四川广志 解决流落人间的怪物们的难题 并且对抗恶魔军团的干部们的这么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怪物太郎的基本能力 就是手脚伸长,身体伸缩的变形能力 北条老师自己在采访里说过 这个是陆飞能力的灵感 这不是我瞎猜的,是他自己说的 当然怪物太郎还有很多其他的能力 比如说用手在脸上抹一抹就能变脸 是不是像那个人妖的模仿果实能力了 然后用念力可以施展各种超能力 比如用念力把拳头变得比铁还硬 是不是有点武装色那意思了 还可以用念力把全身变成铁块 是不是有点全身霸气那意思了 还有什么手指上变成枪的能力 是不是想起baby5的武器果实了 而且不用念力加持,本身的力量也是很强的 经常直接伸长手把别人揪过来 而且不光手脚,其他器官也可以伸缩 曾经有个家伙想让他出道 给他画的大饼就是魔法的橡胶人 狗木拧拧 而且也是有这个一边睡觉一边吃东西的能力 包括他里头一些战斗场景都有很多相似的描写 这个漫画的女主角叫做怪子 能力是头发变长 然后用头发可以抓人或者举起重物 是不是想起生命归还了 还有这个脑袋瓜子上长着香蕉的怪兽和鱷鱼什么的 还有这个吸水能力的宇宙木的怪人 像是绿牛的攻击方式是吧 怪物太郎在对战巨大水母古拉贡的时候 因为水母会放电 所以他穿了橡胶的衣服就不怕电了 反过来还垫了锤母 这个陆飞也是无视橡胶的积传电压 就硬钢挨的路 怪物太郎怕打雷 陆飞这边也是响雷果实的天敌 只不过攻兽逆转了 怪物太郎他们捧了一个骷髅而当歌星 海德王这边也有个灵魂之王 他这里头有个能控制别人影子的敌人 也会这招影法师 也是无视伤害的招数 另外这个史蒂芬州的还我飘飘拳 在这个漫画里也是有一点的 也有一个把人当底下摸的敌人恶魔 人偶之家的主人 不过这个还会扎小人 可以说是融合了霍金斯的能力 比明哥可强多了 面对可以咬碎铁的怪物 怪物太郎就会利用念力 把自己变成钻石儿 它里边有个艳蜀族 挖地挖的太多了 把好多房子都陷进地里 老杀这个手下的艳蜀人 MISS圣诞快乐的艳蜀能力 应该就是从这来的 因为它名字叫做 Machioto Shino Dolofi 城市陷落的多罗菲 这个人是哪来的 我们讲老杀的时候再说 后面有个boss 怪物导的假怪物大王 会给小怪物们催眠 然后拿个鞭子让他们立正 然后就可以命令对方的杂兵 你就知道那个奥隆布斯的提督的威严 是从哪来的 只不过他给加了个宝灵球 还有这个脑袋上顶蜡烛 卖蜡烛的蜡烛恶魔 还有这个做拉相的 都是脑袋上点个火 为啥给改成那个造型了呢 我们讲老杀那伙人的时候一起说 因为老三是巴洛克尔C位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漫画 韦杰老师是没少用的 那么为什么说 这个伊姆这块 可能是和这个怪物也有关系呢 就要说到这个怪物太郎的结局 这个漫画有两个结局 少年King版的是 怪物太郎摘了帽子 使他兔头 然后回到了怪物王国 少年画报版的就多了 怪物太郎回到怪物王国之后 继承了怪物王国的王位 和怪子订婚 之后要去一个怪物王国的禁地 幻枝花园摘花 这时候见到了 从未谋面的自己的母亲 脑袋上顶着月亮 我们看这个幻枝花园的描写 有没有可能是海德王里 这个幻枝房间的原型呢 怪物太郎的老爸是怪物大王 用威严可以让所有的怪物 俯首称臣 还有水晶球的观察魔法 和石化目光 还会瞬间移动 不知道伊姆的尖牙形象会不会用 怪物太郎里 怪物王国主要敌人就是恶魔王国 对手全是恶魔 那么海德王世界里 这些伟大航路的海盗和海军们 纷纷吃了恶魔果实 那么这个与他们为敌的统治者的天龙人 会不会是相对应的怪物一族呢 当然我就是随便一猜瞎扯蛋 给大家提供个思路 那么如果说怪物一族的话 其实这个怪物太郎里的怪物一族 主要是东宝怪兽系列 哥斯拉 摩斯拉 加美拉 什么的巨大怪兽 还有西方主要传说的怪物 透明人啊 木乃伊啊 狼人 半鱼人 蟹牛鬼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他用的话 这块的发挥余地还是很大的 比什么古代种恐龙什么的 逼格还是要高不少的 最后说一下这个图 好多人发我 我之前没看过这个 然后就去补了一下全本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个绘本里边的野兽王国 其实是有很多张图的 每张图野兽还都不太一样 而且这个故事很简单 就是小孩骗狼皮跑到野兽王国 驯服了野兽们和他们一起玩的这么个故事 可供深挖的东西不多 不排除他可能会用 但是这种横跨二十年的伏笔人物上 用这种比较浅的原型 还是比较影响发挥 只能说可能性微乎其微吧 他要用的话 应该还是用点更有名的 毕竟吴老星个个都得独当一面 后面肯定还要一个一个绷着出场 这种随手拿来瞎滑了用的图 用在龙套身上比较合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张继继继继续飞猫头的 我们下期再见